你农地在这里 这个车子都从这边过 常常发生车祸 你来盖个庙可以保平安 他就把这个地提供出来 就让他们在上面盖这个庙 他没有工作 就把他赶走了 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说 这个就土地借给你 我不想借给你 那我来拆屋就可以 结果他一告的话 法官就讲说 土地借给人家 当初就是要去盖庙 到什么时候才会终止 使用墓地完成 这个你借地盖庙 那你要庙什么 庙倒 是要什么时候庙才会倒 少林寺已经上千年了 他越做越大 那不会倒 所以他去告他的时候 确定了他的土地收不回来 也不能拆这个庙了 他是农地 你违规使用的话 要改课一般的地价税 你检举的话 反而你自己要被罚钱 还要被判刑 这事情呈现出非常的不合理 我说 那至少可以收一点地租好不好 法官说 各位同学 我今天还是要来讲 借地建屋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很多人受害 我们来看 在屏东有一个案子 就是这样子 这个马路 然后这个马路因为弯弯的 这个旁边是一块农地 这个农地的地主 人就很好 那有一天 人就跑来跟他讲说 哎呀某某人 你这个农地在这里 这个车子都从这边过 要常常发生车祸 那如果你这边来盖个庙 你来盖个庙 可以让这些保这个平安 那个乡下人就是觉得说 哇那这个你的提议很好 那就说好 那我来盖个庙 所以这个甲就受到他们的支持 他就把这个地提供出来 让这个就在这里盖了 那各位 这些人就去募款 来盖这个庙 然后这个地主 就是这个农户 就把它弄成说 哎呀你来做廟宫 是庙的代表人 廟宫 那各位 他这个土地 这个农地 就让他们在上面盖这个庙 盖好了 他廟宫做 各位做多久了以后 竟然大家开会说 哎呀你这个廟宫 就把他赶走了 然后他们另外去请人 或是他们自己在那里做廟宫 他在做廟宫的时候 就这个庙的设施 有金楼 凉亭 庙就不断扩张 种农树 还做公园 那个呢 把他赶走了以后 继续盖 还是继续在 在盖 把他盖得越来越多 那这个 农户觉得说 哇 本来就是我的地 我来做廟宫 应该是我的正常 那种瓜造他当然不甘愿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 他要来告 财屋还地 就是这个土地是我的 你要还给我 所以要告财屋还地 所以他说我终止 借用契约要收回 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说 这个就土地借给你 我不想借给你 那我来拆屋就可以 结果他一告的话 法官就讲说 你土地借给人家 当初就是要去盖庙 所以你的使用墓地 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终止 使用墓地完成 哇 各位这事情还比较大 我们以前讲说 借地去盖屋的话 这是要屋倒 那各位呢 这个你借地盖庙 那你要庙什么 庙倒 各位那庙倒是要什么时候 庙才会倒 少林寺已经上千年了 他越做越大 那不会倒 哇 惨了 各位 所以他去告的时候 法官又给他驳回 当初到二审来了以后 法官又讲说 你本来就是借给他 使用墓地就是这样 他说 我借给他是我自己要当庙公 你 我不让我当庙公 我当然是不愿意借给你 所以我当初是付这个条件的 法官说 哪有一定要你当庙公 你死掉的话 庙还在 所以他就要驳回 各位 这个就确定了 那惨的是什么 确定了他的土地收不回来 也不能拆这个庙了 那么各位 他是农地 他是农地 那这个农地的话 本来是克田户 但田户免征 那你现在上面盖庙 你是违规使用 所以你违规使用的话 你的土地 要改克一般的地价税 好 我将来这个土地 如果要移转给人家 那我要缴土地生殖税 那如果我是农地的话 我继承 是可以不纳入遗产 农地可以不纳入遗产 所以不克税的 但是我现在违规使用 你拿不到农业使用证明书 所以你纳入遗产的话 将来你纳入遗产 还得要变成要克遗产税 那各位如果我把它移转给别人卖掉 除了缴土地增值税以外 别人将来要再卖 那又要缴房地合遗税 因为你不公农用 他土地借给人家 被人家占走了 他拆不了 还变成自己更大的不利益 那他讲说 报告陈律师 平东县政府说 他违反农花条例 告他违反行政法要拆除 那各位现在对不起 我们现在的政府机关 不会来拆 纵使有来拆的话 就是打掉一点点 意思意思 然后呢 就说开花单 就给你华六万到三十万 华一华的话 华个几次 就给你移送违反区域计划法 说你呢 没有依照这个土地使用分区 去使用农地 是违规使用 哇 我问你 各位 华下去是华谁 是华地主耶 那移送华半 要移送谁 移送地主耶 你说行为人不是我 他说怎么不是你 当初是你同意他盖的 怎么不是你 哇 各位 你去检举的话 反而你自己要被罚钱 还要被判刑 那怎么得了 所以各位呢 这事情呢 呈现出非常的不合理 因此呢 各位 在这种使用借贷里面 呈现出这样的不合理 我土地收不回来 要蒙受这么大的不利益 然后呢 这个这块土地 遥遥无奇 我说 那你至少 可以收一点地租 好不好 拜托 这个是我的地 你们再用 给我一点地租 可不可以 法官说 不是啊 这使用借贷啊 所以没有地租 可以收啊 哇 各位 这个地方产生了社会观念 跟法律巨大的落差 因为他出于这个善意 你永远善良 但是你善良被人欺压 你出于这个善意 却给自己惹来你的财产 无法获得满足 而且更大的这个不利益 这样子到底这个法律 跟人民之间的落差 怎么样调整 所以其实 我这样讲 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真的 这也违反社会 一般公平合理的情形 法律操作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难怪人家认为说 你法律是恐龙 我们不懂你们学法律的人 在干什么 这种调整上 其实就应该要加以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应该是这样子 在日本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老师的看法 日本在戒地戒家法以后 就是说 如果像类似这样的情形 我终止借用的时候 应该要转化 法律关系要转换 要么你要让他能拆 因为他不定期 以上权还可以用民法833之一 超过20年 可以肃请法院把它撤销 那么如果是租刃 那我还可以有对价 可以收 这一种使用借贷 完全都没有 就只有不利益 所以各位 像这种宗旨借用 你应该要转换 我们去思考 转换成什么呢 你可以转换为民法833之一 在地上权的时候 如果超过20年 那么我也可以申请法院 终止这个借用 你怎么可以让他遥遥无期呢 终止借用 民法833之一 法院可以定期间 说你已经超过20年了 那未来再给你用几年 你就应该还给人家 这个是可以借用民法833之一 因为它是物权 那我们学者又说 那物权要以登记为准 那你这个没有登记 所以没有地上权可言 那我们不能修法吗 这样的事情 怎么对社会公平呢 那你至少至少 各位 在民法425之一 也就是说房屋土地 都同属一人的情形 后来分属不同人的时候 那么我们为了不拆屋 认为有法定租认的一个关系存在 法定租认关系存在 那么他在第二项的部分 可以请求法院 拙定租金 拙定租金 变成是一个不定期的租认 这样子至少至少 拿来弥补一下地价税 还有它的不利益 人心理上也稍微 能够有一点点的弥补 当然这个我不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们土地 让它永久被房屋给拘束住 其实是违反土地经济学 在早期的时候 是房屋建物比较贵 但是现在的话 土地飞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台地价万台人 土地变得比房屋更贵 而且房屋在旧的时候 应该要让它更新 让它随着社会来进步 那么这个行形 把它的权力取消 你用地上权的方式 类似地上权 对它的建物加以补偿 让它恢复土地应有的经济效用 这才是土地经济学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所以我们念法律的人 没有念经济学 更没有念土地经济学 它就不能够体会到 所以我们很多的法律 都是用罗马法传统的观念去思考 它不能够随着社会去调整 以时要聚尽 因此各位这个在修法的部分 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处理 其实在实物上 也应该可以类推 适用这样的一个情形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新的立委 如果有学法律的人 他应该要能够体会 社会上这样的一个夫生 也就就这一些 因为当时出于善良 而蒙受他自己这一代的不利益 甚至于到下一代的不利益的部分 再来的话 像我有说过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当初借你盖庙 使用借用 借你盖庙 或是盖房子 这个通常都是亲戚之间的部分 我借给你盖房子 但是我如果把它移转给第三人 移转给第三人的时候 各位 这个时候我就变成来告你 财屋还地 在这个情形 我们法律上有民法425 就是买卖不破租刃 买卖不破租刃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在五年内 或是说你如果超过五年要去公正 但是本来买卖可以破使用借贷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我本来借你盖房子 后来因为你入住 没请我吃饭 所以我收起 我只要把这个土地贵给人家 把它赠予给其他人 就其他人来告你 如果你照法律最原始的话 是买卖可以破使用借贷 就会变成要拆屋 就是如果你法律都用这样去解释 那这个屋就会被拆光光 可以运用这种法律的技巧去拆屋 所以在日本 他认为说 你这个是以拆屋为目的 要把屋拆掉 所以他们有一个名词 叫做地震买卖 因为日本很怕地震 地震来房子会倒掉 你这个买卖就像地震一样 买了以后就把房子拆了 这叫做地震买卖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他们认为说法律有所不足 所以他们就去立法 定了一个法 只用借贷专门立一个专法 借地借家法 那这个借地法 日本是要去登记的 用登记的话才能对抗 就假设说 我当初跟你借这个土地 然后我有去登记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买的人 就不能来拆屋 不能来拆屋 但是他也有用报酬加以平衡 就是可以对价来平衡的方式 所以在日本的借地借家法 确实都已经立专法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而且人家很早就立了 所以登记的部分 就能够来对抗 那如果没有登记的话呢 原则上还是就要拆掉 但是如果房子很好的话 他们的法律还有调整 去调整的话 经常用权力滥用 因为你在过户的时候 就不怀好意 准备要拆人家房子 所以我就不准他 可是各位呢 你不准他的话 这个权力也不平衡嘛 所以在这种情形 应该要把它像我刚刚讲的 要往类推地上权的撤销 或是用对价把它转化为 有地上权关系 或是转化为租赁关系 这样去处理 在实际上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想 假设在我们台湾还没有借地借家法的时候 还没有立专法的时候 当然我们期待 期待这个立委 法院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最高法院说 假说可猜 乙说不可猜 丙说说看情况 各位那看什么情况 你总要有个标准 那伊老师这个研究这么久 我认为说是什么标准 就是说你在买这个土地的时候 上面有房子你看得到 但是呢 各位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掉土地藤本 这个土地藤本 除了上面有房子之外 这个土地藤本 它呢 有使用执照 那也表示说 这一块土地当初 他不但借给他去盖房子 还借给他去跟政府 申请建造执照 所以这一块土地呢 他已经有一个建造执照的行政处分 已经在工法上付有一个负担 那这个负担呢 他又登记在藤本上 所以除了屋之外呢 你又可以看到他有登记的一个效果 你呢 劝缺善意 所以这一种情形的时候 你买到这个地 在还没有拆除房屋 这一张建造还没有拿走的时候 你愿意去承受这个地 所以你承受的是一个负有工法上负担的地 这种情形的时候 原则 就是不可拆 不可拆物 那不可拆的时候 但因为他已经换人了 所以经济的利益要让他平衡 那应该就会要转换成地上权或法定租任的关系 就是转化为类似民法833之一 或是民法425之一 法定的租任关系来调整 那么另外一种呢 如果他呢 在藤本上只有房子盖在那里 而藤本上呢 根本就没有登记 没有任何死造建造的登记 意思就是说 他盖的房子如果是违章 违章建筑 不合法的 那么我们的法律不应该去鼓励合法 你鼓励违章 你法院判决不拆 你是鼓励违章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在法的秩序跟逻辑上 跟哲学上是有问题的 你法院判决不拆 他是违章 你为何不拆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未有死造 而是违章建筑 违法的这个建筑物 这种是违法者不受保护 所以应该要判拆 应该要判拆 那么在前面这一种呢 人家他藤本 他有去申请使用执照 而且他经过合法的程序 这时候你不判拆 至少他是合法建路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法官 或事务上最高法院 应该去把这个区别起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违章才不会变成 一直这样子 所以各位呢 这个迫在眉睫 因为我们很多的土地 都是借人家盖房子 收不回来 那么像我蒋刚举的这个例子 真的是冤枉啊 那请问这个人 什么时候才收得回来 恐怕是大约在冬季 永远收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让人民的财产权 遭遇到 因为当初的善意 变成永远收不回呢 你对他的惩罚也太过好了嘛 如果是惩罚 也一次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们法律 竟然在惩罚善良的人 借人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有收取任何费用的 还可以收回来 我当初租给你的 我还有收回的机会 我当初借给你的 实际上操作 竟然是收不回来 天哪 这是什么道理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应该呼吁 我们的立法委员 呼吁我们的法官 在判决上应该 做大幅度的调整 那么我提供出这样的一个方法 让我们将来这个问题 希望能看到一点曙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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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